點一下之後的話呢 他會自動出現一個Swing Swing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Swing之後的話你可以把Swing打完 然後點一下 之後的話呢 再打一個Swing點之後的話呢 有一個J Option Pen 點 他會出現 那J Option Pen 他會按照順序排列 不過因為我剛有用過所以排在第一個 那這個J Option Pen 比較麻煩一點就是說 他好像不會自己 你打個J他好像不會跳下去 所以你要自己往下找有個J O 其實你可以記一下J O就可以了 J O 他應該會排在J O的地方 那因為我剛剛已經用過所以他又會跑到最上面去 你就記得這個J Option Pen 然後呢這個地方就會被賄賂了 OK 那你會發現老師那為什麼他底下是黃色的 特別注意如果你引用之後沒有用的話 他就會變黃色 可是你用過了他就黃色就不見了 他是警告你說你有賄賂啊你買了一個卡 可是你為什麼沒有插在電腦裡面去呢 那你插在電腦去就不會有問題 那這裡的話我怎麼樣可以拿來使用特別注意 我們接下來呢就是如果你懶得打了 你可以把J Option Pen 複製一下 把他這個地方 直接貼上 那這個J Option Pen裡面呢就有個功能 叫做 Show Input Dialog 就是秀出那個Input Dialog 所以你就J Option Pen 點下去之後有沒有 就會出現了 你打一個Show S Show 再打一個I 其實他就會出現了Show 那你往下找是不是有個叫Show Input Dialog對不對 那實際上會有三個請你選第一個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他有好幾種傳參數的方法 那你就選第一個 因為第一個只要傳一個參數 一個什麼參數呢 你按Enter 就是呢 裡面秀出什麼呢 那個畫面上面不是個訊息嗎 這個訊息就是請輸入成績 所以你就把那個請輸入成績把它打上去 這邊的話呢把 好 OK好 那最後記得怎麼樣呢 結束符號 就完成 可是你會發現 老師不對啊 為什麼他還是錯誤呢 你把游標放上去 他會告訴你答案 什麼問題呢 就是 因為J Option Pen所取得的 裡面的值一定是自竄 自竄 可是前面我們宣告為什麼 宣告為Double 所以我要怎麼辦呢 要把自竄 後面會講到 其實後面講 因為你前面後面不搭 你不能把自竄塞到那個 這個Double 好呀